画家詹立芳出生在台東縣泰馬里 从小在山里长大 日月星辰 山水草木 乡野田园 令她心池神亡 也是她画里最常见的意象 我的这个作品当中 很多的旭日啊 旭日东森啊 旭日迎春啊 春天的心情向荣啊 那因为我也希望 我的作品表现的一种这种正能量 2011年 詹立芳考入广州美术学院 学习中国画 之后到英国进修 受益于中西方艺术熏陶 她作品的风格既守正又不失创新 在坚守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基础上 探索色彩创新之路 中国画的传统是五个 五个就是我们的根 它是不能去掉的 所以就是它有扎实的这种 笔墨的一个语言 然后结合这种色墨当中融合在一起 体现中国画的一个魅力 然后自己中国人也看得懂 西方人他更能够感受到 中国画的一个魅力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詹立芳花了15年时间 几乎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她立志要用多姿多彩的水墨 记录下时代的新画卷 三月份的时候我一个人登上了大王峰的山顶 走过了2700多个台阶 然后一路到这个山顶上面 那是一个非常崎岖的路 但是给我很多的感动 就是祖国大河河山跟美景 就每个地方的一个风情文化都是不一样 然后我又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这个画家 我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带回到我的这个家乡去 跟我的乡亲朋友跟家人跟艺术爱好者去分享 然后这是一个也非常有意义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把这宝岛的风情 也带到这边来更多的人有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 希望就是用这个艺术建立起高充的一个桥梁 让两岸更加紧密 作为台胞台起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厦门常常举办各式各样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和发展平台 让詹立芳受益颇深 很多的作品给厂家的收场 然后也在厦门办了各展 大陆发展的这一段期间 给我创造了很多艺术的一个价值 詹立芳的女儿袁晓婷 是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青年营队大酒学堂的学生 今年三月 她跟随马英九一行来到大陆参访交流 连续12天走过了五座城市 詹立芳说 女儿每天都给她发来照片 分享心得感悟 我的小孩来到了祖国 看到祖国的繁荣跟昌盛 觉得就是这里是未来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未来在于就业上面呢 多多的参与 能够有机会在这边创造更好的一个价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